兄弟们我是友朋友 那说到网上赚钱的话 联盟营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网上赚钱的一个方式之一 而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联盟营销品 我想的话应该就是亚马逊联盟营销平台 那我们可以在Google里面搜索 比如说亚马逊联盟营销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亚马逊里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亚马逊联盟营销的一个后台 那在这之前的话你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那注册账号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广亚马逊上面的所有的一些产品 那如果你想赚美金亚马逊联盟营销平台的话 那你一定不要错过 那如果我们要推广亚马逊上面的一个产品 那我觉得网站的话你至少应该要有一个 那有了网站以后的话 写文章的话也是非常的关键 现在有了AI的帮助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那用AI帮我们写出非常专业的一个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用AI帮我们写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产品测评的一个文章 那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打开Google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搜索一些产品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那我们随便打开几个来看一下 比如说网上的话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文章 那我们随便一搜的话都可以出来一大把 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说可以在亚马逊上面查看 那当我们点击这个链接 它就会帮我们跳转到亚马逊的一个网站 那如果我们通过它这个链接 购买了一个产品的话 那这个网站的话它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提成 那往下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 可以在亚马逊上面查看 是不是 在下面也是非常非常多 再打开一个网站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那这里还是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C-PriceAT在亚马逊上面查看价格 它同样的话会跳转到亚马逊这样一个网站 它同样会跳到亚马逊这个网站 那方法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链接而购买了一个产品的话 那它这个网站同样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提成 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同样的话你看它同样可以帮我 它同样会让我们跳转到一个亚马逊网站 那下面就是对这个写的非常专业的一个 亚马逊的一个测评文章 那对于我们之前来说 如果你要写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测评文章的话 我们手动去写的话 如果你是新手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耗时耗力 那你可能要花费非常的多的时间 进行一个排版 进行一个布局 寻找图片 寻找产品 那非常的繁琐 那今天有空会教大家利用一个新的爱工具 叫做cola.sh 那这个网站的话它可以用AI帮我们生成非常专业的一个亚马逊产品测评的一个文章 cola.sh 那我们可以往下面拉 那下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案例的一些文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用它这个AI写出来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大概样式 那这里比如说它这里有一个4K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测评文章往下面拉 那它里面包含了比如说这个标题 这里标题 这里段落 都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这样看下来的话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总结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片 那这个的话也是它用AI的话写的一个文章 那看下来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还有的话直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对比测评 那刚才也给大家看了 那这些的话都是亚马逊上面的一些产品 那只要我们点击以后的话 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亚马逊 那如果我们购买了这个产品 那网站的话我们的网站就会获得一个佣金提成 那这个工具怎么用呢 那有风就来教大家一下 那我们前期的话免费版的话我们可以试用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 那最低的话需要9美元一个月 但是前期我们可以免费试用一下 可以声称那5000个字 那255美元每个月可以写4万5000个字 那49美元每个月可以写10万个字 那也就是350美元每个月写100万个字 那作为一个新手的话 你可以先从这个9美元开始试用 可以先从这个9美元开始 那今天有风马上就教大家来操作一下 那我们点击这个CoronaWrite 那这里的话它提供了比如说GPT3.5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试用版本 那我们只能选择3.5 那如果你付费以后的话 你可以选择GPT4 GPT4你可以选择GPT4的话 它生成的一个文章字的话 你可以那会更多 那它可能比3.5的话 它可以比3.5这个版本的话 多5倍的一个字 那你这个字约多的话 你的可能你产品写的就更专业 那Google的话 它可能就更喜欢你更专业的一些文章 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3.5 那付费以后呢 你选择4就可以了 那这里文章的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选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博客文章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产品级 也就是说这个文章里面 它可以包含多个产品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测评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单个产品的一个测评 那第4个的话 它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油管的一个视频 转化成一个博客的一个文章 那最后一个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重写文章 你给它一篇文章 它可以帮我们把这篇文章重新写一下 变成一篇新的文章 那今天我们就选择第二个吧 我们来生成一个产品级 也就是说这个文章里面的话 它会包含多个产品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关键词 那比如说我们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取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亚马逊的玉米的话 你可以选一下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地区 比如说中国的 那美国的 那任何的一个日本的 那每个国家的一个产品 你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英文 那我们已经选择美国 这个产品的一个数量 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你这个联盟文章里面 联盟 比如说你这个文章里面包含多少个产品 那这里可以选 默认的话是5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能有个亲身体验 你把这个打开的话 它会以你一种亲身体验的口吻的话来写文章 那如果你关掉的话 它就不会 这里的话你需要填上你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ID 如果你还没有亚马逊账号的话 亚马逊联盟的账号 你可以去免费注册一个 这里测试的话 我就随便填一个 这里填入你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搜索结果网址 那比如说我在亚马逊上面 我来搜索一下 智能手表 搜索 搜索好以后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产品 我们这里可以筛选一下 我就选择一个热卖的一些智能手表 我选这个 这样的话一些销量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可能它的转化率会更高 这样我们推广成功率的话就更高一些 复制这个搜索结果页面以后的话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把我们这个页面的话粘贴到这里里面来 那这里的话它有一个自动增加内链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是付费版本的话 它就会比如说它在写文章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提到一些关键词 你的网站里面有包含相关关键词的一些文章 它会自动增加一个链接跳转到另外一个文章 那这个的话还是非常的高级 那付费版本就可以使用 这里写文章的一个口吻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 它是经过SEO优化后的一个文章 自喜 比如说它经过我们选择这个默认的选择是一个 经过SEO优化后的一个文章 它的一个要求就是一个自信 博学 中立 还有一个就是清晰 那这个的话非常的好 那下面还有一些专业 兴奋 正式 还有一个等等非常多 那我们默认的话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默认就选这个就行了 而这语言的话也可以选 那比如说你可以选中文 选英文 等等等等都可以 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选择 比如说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那都可以 那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第一个 第一人称 那这样的话我们写出来文章就感觉是我们亲身 使用过体验过的一些 产品 那别人的话 那可能更幸福一些 那后面的话你这可以 要不要生成一个大纲 或者说要不要包含一些比如说常见问题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勾上也可以布勾 那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文章 那这个时候大家稍等一下 它就会根据我们刚才这个搜索结构页面 帮我们提取5个产品来进行一个产品 对比的一个测评来写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在写 因为这个是GPT3.5写出来一个文章 那可能它更没有我们GPT4.0写的好 那如果你是付费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GP4.0写的一个文章 那可以了 这个写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产品 它直接把图现的话直接都帮我们调运过来了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直接我们点一下它 它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官方网站 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购买了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 一个提成 那它的文章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的优点缺点 它都帮我们落列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产品测评的一个文章 这个是第二款产品 那我们同样点击一下它 它同样会跳到亚马逊这个网站 如果有人购买了这个产品 那我们同样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提成 和刚才都是一样一个优点缺点 大家可以看到 I have been 那它用的I也就是第一人称 来写的这个文章 那非常非常的专业 那这里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就是跳转过来的一个 亚马逊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拿 你看它一共帮我们写了五款产品 全部帮我们落列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之前没有这种AI工具 那你手动去写这样的文章的话 非常的耗费时间耗费精力 而且你还去弄这些图片 非常的麻烦 而下面的话总结 购买自然等等 显示电池 还有一些特点价格 什么的常见问题 你看这里常见问题都来了 比如说一些关于我们智能手表的 一些常见问题 全部都帮我们写好了 你看整个文章你看看下来 非常的专业 而且速度的话 非常非常的快 那写好以后 你可以点击这个copy 把它复制一下 接下来 比如说你可以打开你的文章 接下来 比如说你可以打开你的网站 把这篇文章的话 直接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网站呢 它是有风桌演示的一个网站 的话我的那有风网站用的虚拟主机的话 我用的是hostinger 那hostinger的话 因为它对新手的非常的友好 而且它价格的话非常便宜 因为它同时的话支持我们中文 你只需要点击左上角英文 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 而且它还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 它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个中文客服 中文的一个客服 那你购买它的主机的话 它里面的话 可以让你做100个网站 在里面都没有问题 那最低的话 就是23.99美元一个月 那可能你要买几年就有这个价格 那如果你买一年以上的话 它还会赠送你一年的一个域名 使用推荐给新手朋友们 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后台 那我这个网站是用Waypress搭建的 点击文章 这里点击一个写文章 直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文章 比如说粘贴进来 Ctrl加V 它整个文章的话 就被我们就被复制 粘贴到我们这里面来了 我们把标题的话 写在标题的位置 我们直接点击发布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高效 那你也可以直接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也是可以的 这里发布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一个效果 好 这里 这是它帮我们写的一个标题 2024年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往下面拉来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专业 常见问题下面都有 一篇 以这样的速度的话 我们一天写个几十篇文章 都不是问题 这样的话 有了这些AI工具的一些帮助 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 也可以加快我们通过网站赚钱的一个速度 如果你要做联盟营销 一定要把这些好的工具利用起来 还可以写单个产品的一个测评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选择第三个 把我们要测评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链接 放在里面来 比如说我要测评这个产品的链接 我点一下它 那我把这个链接的话复制过来 单替到这个位置来 它这里正在检测产品 这里有一个目标关键词 这里稍等一下的话 它系统的话就自动会帮我们提起出来 那产品已经提起出来 苹果的一个手表 这里已经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这里还是选择 是从你的一个亲身体验 这里你可以把它勾上 同样的这里可以填上 你的一个亚马逊的一个 跟踪的一个ID 下面的话和刚才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第一印人成 这里选择一个口吻 需要什么样的口吻 然后接下来和刚才一样 你这里需不需要生成长江问题 同样创建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它写的一个单篇文章的一个产品测评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文章正在帮我写了 比如说苹果手表测评 它是否值得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写得非常的好 写出来效果的话还是非常好 这里有一个标题 这里一些文章图片等等等等 和我们刚才的一样 只不过这次的话 变成了一个单个产品的测评 我是有风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 就是一些做联盟营销 赚钱的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技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在使用这个软件的过程中 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朋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把本期用的所有工具链接 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思操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 你从来没有做过网站 有风的话之前出过一期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 而且有点长两个半小时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搭建一个联盟营销网站 视频的链接的话 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如果对这网站不算熟悉的朋友的话 可以好好耐心去看一下 有风的建网站的一个视频 即使你是一个新手小白 即使你是一个新手小白 你只要认真观看好我这个视频 怎么样搭建一个联盟营销网站 就能在当天搭建出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 我认真观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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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观看好